我是汤姆大神 我又回来了 今天准备开始装暖气了 因为多伦多的夏天已经过去 秋天已经来了 就证明冬天也不远了 然后这辆白山椅呢 我准备装两个暖气 一个装在副驾底下 一个装在车最后 装在这个床下 为什么要装两个暖气呢 当然不是两个都同时开了 但是我希望能够有一个备份 尤其是在这个暖气 冬天是必不可少的情况下 不论多好的暖气 只要是出了问题 就不是特别好修 因为你如果想修的话 就会有 就一旦你要修了 那就说明这个暖气会 就是有一段时间用不了 然后那段时间就会非常冷 你就不能在车里住 这个如果在家里还好 如果是出门的话 那可就惨了 因为零下可能有零下几十度 或者是十几度的温度 那没有暖气可受不了 对吧 所以为了这个的话 我想着说装两个暖气 能互相备份 而且因为确实也不贵嘛 装上也无所谓 好 今天想装的呢 就是副驾这个位置的暖气 我之前的视频里呢 也都有介绍过 在副驾驶底下这个暖气 应该怎么装 然后如果没看过的小伙伴 可以 点我之前的视频 我也会把链接放出来 今天主要装的 就是 给他钻个孔 之前有小伙伴 他说 不太确定这个孔 应该钻到什么地方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副驾驶的座位底下 一般的话 那个暖气就会装在 大概靠边边的这个位置 让管道从这里流出来一些空间 然后靠边边的这个位置 如果你能 仔细一点看到的话 这能这有一排的这个焊点 然后另外这边有一排焊点 然后这是一条梁 所以不能打在这 这是行不通的 然后这里有一排焊点 这里也是一条梁 所以实际上能够 真正能够装的地方 就是 这么宽的一条 然后你要保证他装的位置呢 不要离两边的梁太近 所以能看到 基本上也就是大概是这个位置 对不对 嗯 你在这个角度装 可能是最合适的 好 那我就继续操作了 然后这个就不录详细的视频了 但是我会给大家看一个最终的成品 然后详细的解释一下 油路油泵都是怎么连接的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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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电 接什么电呢 接这个副驾驶底下 我准备做一个分电盒 然后这个电要从车本身的电池过来 副驾驶那个电盒主要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给我后边的DC to DC Charger 提供一个电 另外呢 就是给副驾上的 副驾底下的这个heater提供电 那个heater准备我走车的电池 为什么走车的电池呢 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它能够用一个备用电源 以防车 以防我房车的那个电池没电之后呢 我可以用车的电池 另外呢 那里我现在这个房车的电池还没有好 我想先把heater能够用起来 所以我准备这样操作 然后这个线呢 能看出来是一根挺粗的线 我这用的是6gauge的线 和原厂的 你看这个原厂的应该是4gauge的线 也差不多6gauge的 100多安的电流可以承受 然后装呢 能看到这儿有一个正级的Pull 然后这个Pull应该原来是空的 我记得 然后我现在就是给它用 用一个正好合适size nut 对吧 给装上 然后这个nut上有一个locking 有一个locking washer 然后我把它给它拧紧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相当于做了一个正级 连一个正级过去 不用连负级 因为负级是连车的chassis 对吧 车架 负级就是直接和车架接起来 这样都接地了 对 就是这样 如果是负级的话 你看负级在这儿 这边是正级 连好了之后 把这个盒扣上就行了 不是 把这个盒扣上它 所以 我趁有这个盒扣上 怎么会要关利 全部 行了 没有 炎火成功 好这个就是 我从车主电池 连出来连到副驾驶 座位底下的一个 叫subpanel 能看到左边 左边这边的 红线 红线就是从车的主电池 连出来的 然后放了一个80A的 段路开关 然后它能给到 一个150A的 一个bus bar 这个bus bar呢 是正级和负级 分开然后都 放在同一个模块上的 这有个好处 现在我就有直接从电池 过来80A的电流 可以用 然后这个80A呢 有一部分是用来给用电器使用的 比如说 这个柴油 柴油暖风机 柴油暖气 然后用 其中的一个 接口 然后同时呢 还给我的dc to dc charger 直流充电器 使用 最后呢 还有一个接口是给 这个 三安的 battery charger 也就是电池充电器用的 这样就实现了 我每次不用打开这个 工作没问题了 然后 有一个可以调节 方向的一个冷气出口 这样的话 我要去滑雪的时候 把它打开 然后这块 空气往这边吹 我就把滑雪板放在 放在 靠在门上 然后滑完雪的时候 滑雪板就可以直接 靠在这儿 给它吹干 吹干晾干 这样就减少它生锈 所以 在这个位置放 一个暖气 虽然这个 加热效果一般啊 但是 它还有很多其他的 很好的功能 这还是不错的 哈喽哈喽 大家好 又是安装的时间到了 今天的任务是装 这个 主驾驶的转盘 这里也是我们 大温哥 大温哥做的 新的 这个 转盘 名字 它公司的名字叫 Amazing Auto LLC 在网上搜索 Sprintersvivels.com 应该就能搜到 这款转盘了 然后 我今天就要把它装在 我们这个主驾 主驾这个位置 我要装一个旋转座椅的转盘 今天想挑战看看能不能在一个小时之内把这个转盘装好 并且呢这个转盘还有一个东西要装 这个就是它的 叫手刹的 Lowering Kit 就是你要把手刹给 变一下位置 这样转盘才能转过来 好 让我们试一下这个转盘的安装方法吧 我们下期再见 哎呀 现在旋转的部分已经都做好了 都已经接好了 唯一的就是要把手刹给降下去点 因为你看 我这个手刹已经把外壳给去掉了 但是也能看到这边实际上是能碰到手刹的 所以要把手刹降下去 降手刹其实很简单 先把这两个 两个boot给拿掉 然后我们有这个手刹的这个降低件 可以把手刹直接降低一英寸 然后通过这个降低件呢 有两个 两个flush进去的这个boot 用原厂啊 原厂的那个孔位直接给它固定上 好 这就好了 然后原厂的boot 看到没有 原厂的孔位 我看到这边 这是原厂的boot 打进这个往低下降一英寸的这个位置 这就是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 对 這個模特兒 还没有问题 手刹还是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已经不和这边旋转的部分挨着了 能看到 现在在转过来的时候 就完全clear 完全和它全都散开了 不会打到 好了这样两个旋转座椅就都安装好了 怎么样我觉得非常好 这样的话我可以冲着后边做 然后我准备在这里做一个 就是这里是厨房的柜子嘛 对吧 这里是厨房的柜子 然后准备在这做一个脚灯 然后可以做一个翻折起来的小桌板 这样就可以在这工作 不浪费车驾驶舱的空间 我觉得利用效率肯定会好一些 好那就这样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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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